与之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分享的主题是 尽量不买的几种房子 那这个话题呢 我在之前的视频和之前的直播也都讲过了 但我现在呢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我在里面给大家讲一下 尽量不买的几种房子啊 那第一呢 就是在高压线发射塔旁边 有的人可能会说呀 说那怕什么 你家里微波炉都成田用呢 但问题就是 微波炉就你用的时候用 不用的时候就不用 但是如果你们家是住在高压线发射塔旁边呢 这个是24小时发射的 你说我出租房没拐心 但总有一天你会去卖的 买家会介意这件事情的 就说除非价钱特别好啊 你看见在高压线发射塔旁边呢 你要注意 那下一个呢 就是地势比较低的 低洼地 邻居比你高很多的 那这种呢 潮气阴气重啊 所以尽量必买 那下一个呢 就是特别繁忙的大马路旁边 尤其是那种门口两边都是高坡 是斜坡的 这个是有风险的 我们家上一个自住房 我做视频讲过 我在那住了 十年的期间 发生了三起车祸 我们家门口的这个信箱 是一个砖气的信箱 就是隔一段时间 有人就能把我们家的信箱创导了 真的创导了 有人开车会睡觉 会有这样的人 就是如果你是在繁忙的大马路旁边 尤其是门口是一个斜坡的 发生车祸的概率就很大 你自己每次进出你家的院子的时候 尤其是倒车的时候就有风险 如果你们家有多动作的小孩 这个风险就更大了 所以住在繁忙大马路边的这些房子呢 对你的心理 还有呢 就是真正的是有风险的 下一个呢 就是教会墓地或者学校这类晚上会空着的地方 有的人会认为那个烟气比较重啊 风水学上来讲呢 可能是烟气比较重 下一个呢 就是小区最贵的房子 小区最贵的房子呢 你如果是一开盘新建房 你就买进去 你会发现小区最贵的房子 你的涨幅跟你邻居的涨幅是一样的 绝对值是差不多的 但是一换算成百分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最贵的房子 它的增值赶不上那最便宜的房子的 你每次评估也会有问题 因为一般你卖房要重新贷款 或者是卖房人家评估 评估用什么呀 同一个小区 最好是过去六个月卖过的房子 来评估你这个价钱 但如果你当初买的就是最贵的房子 别人的房子台面都是这种歪劳 你的就是大理事 你的东西全是好的 你比别人贵了20% 等到你贷款的时候 等到你卖你的买家做贷款的时候 评估可能会有问题 还有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你这个房子 你的涨势会不如那房价便宜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 如果是在房子危机的时候 如果现在房子崩盘 大家都在减漏的时候 那时候你要买小区最贵的 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你是按照70% 打了70%的折扣很便宜的价钱买的房子 那这些房子最终的房价都会回去的 你在房价打折扣的时候买 可能这个房子两个车库 那个房子是三个车库 这个房子现在就卖5万块钱 非常便宜非常便宜 因为差一个车库 你钱会少多少呢 你两个车库可能就会少500块钱 会少一点点钱 但是等到有一天 这房价回到50万的时候 差的一个车库 它差的价钱就是不是500块钱了 是500块钱10倍或者是20倍 它的增幅会比你整个房价的平均增幅是贵的 那下一个呢 就是买落的不好的 比方说是在高速旁边的 住宅里头就是特别吵的 后边就是有洗车房的 后边就是加入站的 因为这些有一些安全隐患 土壤污染啊 或者一些爆炸 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或者你这个房子是在小区刚进门 很明显的地方一个角落里的落 两条路交口的这个落 这个落的可能会特别大 但是你知道这个落的对你来说 你一定要维护的特别好 你维护的不好 HUA成全来给你家开发展的 因为大家进进出出都能看见你这个落 但是你这个落的你自己能用吧 你用的可能性非常低 因为就是明晃晃的是两条路交叉的这个落 进出的车辆啊 人流量很大 你没有隐私你自己用不上的 那这种落的呢 很可能你这个房子定价的时候 因为你这个落的大 你这个房价会比周围的房价贵的 但是这个落的对你来说 维修维护的成本高 但对你来说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下一个呢 就是有先天缺陷的 你是花钱都改不掉的 比方说停车位不够 比方说房子的举价成高不够高 比方说厕所很少 比方说这个房子太小 这种先天有缺陷的 你改都改不掉的 或者是说整个房子就没有中央空调 那这种呢能避开就避开 下一个就是有地级问题的 不是你花钱就能修的 就是地级下限有地级问题的 或者在房子的旁边离的特别近 就有个一百年的老树 这个老树呢 政府把它当个宝一样 你不能动不能碰的 随时它这个树叶掉到你的房子上 随时它的树枝去砸你的屋顶 随时它下面的树梗在你下面串 会把你地下的水管会给你弄坏的 那这种呢你要避开 下一个就是 Flipper倒卖的房子 这种专门翻新 快进快出的这些翻新房 他们从开始买进这个房子 他们就要干什么呀 他说我赶快修好 赶快放到市场上 赶快卖个价钱 第一你买这种房子 倒卖的这些房子 它不会低价去卖的 你没办法买到好价钱的房子 还有这个房子的翻新 所有花在这个房子上的钱 都是让这个房子看起来更好 在六个月之内 房子卖出去之内 看起来更好 它不是叫你这个房子 是从它的功能 从它的实用 从将来的维修维护考虑 去做的这个维修的 不是的 等到你住进去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水管可能有问题 店可能有问题 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等你住进去之后 你才会发现 所以你买这种的房子呢 你价钱上有可能会偏高 买这种房子呢 你住进去半年之后 你才会发现 里面房子所有的问题 房检都看不出来的 所以你买 Flipper倒卖的这些房子 你要很小心 下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房子 是有奇怪的户型的 我之前看了一个房子 那种房子 我一进去就感觉是那种 穆斯林的 它是信那个 它是信一种宗教的 满墙都是金粉 然后会有那个佛侃 就整个在客厅里头 会有那种佛侃 然后你感觉就是一夫四妻的 有四个卧室 每个卧室都有厕所 每个卧室都配着一个热水器 就那个户型会非常特别的 那它这种户型对什么有好处呢 比方说分租 你是在一个大学城的旁边 比方说你是在一个大的工厂的旁边 有很多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要分租 那这种房子可能适合 但如果你有一天就放到市场上 你就按正常的房子去卖 那些想买房 自住的那普通的家庭 它不会去买的 因为你这个房子一看就好奇怪 像个宿舍一样 它不会去买的 你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 它整个这个房子的设计就是有问题 下一个呢 这个房子是一个老房子 它里面是用了一些断供的材料 比方说整个房子的中央空调 整个房子的窗户 整个房子的房顶 它用的那个材料是特别的 你到时候你只能全换 你一换的时候还不仅仅就换空调的事情 整个那个通风的管道 中央的系统全都要换 因为它都是跟那个旧的系统是配套的 你现在跟你新的系统是 互相是不卖去的 那这种呢 你就要很小心尽量的避开 那像我之前买了一个房子呢 我当初可能因为这个特别的窗户 我还多付了一些钱 它那个窗户是什么样的呢 都是那种菱形的特别形状的窗户 然后窗户上的玻璃 甚至那种彩式的玻璃 就像你去看那些欧洲大教堂 很漂亮的太阳一折射出来 通过那个窗户在屋里 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那种彩色的玻璃 但是我买进来做装修的时候 问题就出来了 我的工人在网厨运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就把我一个窗户给砸坏了 不是砸坏了 就坏了一个洞 我能够去 我修一下就行 但是它是那种彩色玻璃 我找不到 然后它这个特别形状的这个窗户呢 我也找不到 最后我要找定制的人 专门做窗户的人 到我这来 给我定制一下 那这个成本一下就上去 所以像这种 用了断供材料的 你在买的时候 你就要心里就想一下 因为万一以后 这个东西出问题的时候 你更换的成本可能就会很高 下一个呢 就是有问题的房子 这个房子就有问题 可能就是不停的加建 之前是一家老木住在那里头 车库也改成房子了 后太阳房也都改成房子了 就不停的加建 也没有申请permit 或者是家里有一些特殊需要 有的人有轮椅啊 有一些特殊需要 去改建的这些房子 你要买的时候都要小心 我之前看过一个办公楼 因为它之前是做X光的 有一间房子 四面的墙壁都是浅 还有的房子你买了 它之前是种大麻的 这个除大麻这个味儿 整个要做的话 可能要花很多的钱 所以像这种有问题的房子 你买的时候你就知道 如果你要更正这些问题 有的问题就是更正不了的 你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那有些呢 可能要花很多的钱去更正 下一个呢 就是洪水区 像我之前就可想有个海景房了 我在得通哪有了海景房 突然这飓风一发生的时候 把你的房子都要 房顶都走掉了 房子都要挖跑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个洪水区 有风险的这个房子 是不能要的 一个就是你买了真的 有这个飓风 有这个洪水 会把你的房子毁掉的 再一个就是保险费不可控 保险费可能会很高 再下一个呢 你买这个房子就在棕林上 是特别有限制的 然后你买这个房子 又是看好那个地 那你说我不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呢 你买这个房子 如果地特别大 你对这个地将来 又有一些想法的 你就到City和Counted去查一下 这个这块地的中心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一般的就是说 之前的屋主 可能做过保留绿地 叫做Conservation 或者是Tax Credit 拿过Tax Credit 那他为了拿这些好处 他做了一个什么交换呢 就是他防止旁边这些地呢 就是保留绿地 你只能看 你只能在上面跑 你只能在上面玩 但是你不能做永久开发的 这些地是没有用的 还有一些地呢 他这个棕林就是有特别要求的 他一定要求你是一英亩一个房的 他要求是低密度的 为什么 因为那块的土壤可能都有问题 那个土壤不细水 化粪池 只有一英亩的土地 才能供应这一个房子 那化粪池的土壤才够用 有的房子 棕林上会有这样特别的要求的 你去买 你就光去靠眼睛看 你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那如果你想放心呢 你在定下合同的时候 你跑到City和Counted去问一下 尤其是你想看好的是这块地 你买的这块地 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块地的棕林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房子上呢 有特别多的违规 但是现在人家不管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违规是发生在很久之前 他有个Grandfather保固 你不管 但是有时候就会有意外发生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个四家庭的房子 突然房客在里头点蜡烛 房子就烧掉了 那一烧掉的时候就要重建 一重建的时候 所有之前的违规 Grandfather那个保护就失效了 你现在新建 你就要申请Permit的 你要大的翻新 就要申请Permit的 一申请Permit的 所有之前不合规的 你全部都要去更正了 那有的时候 这种更正是没办法更正的 比方说我这个朋友的房子 它是大学城旁边的房子 没有停车位的 但现在新的规定就要求 一个卧室一定要配一个停车位的 那他这是个四个家庭 他要配四个停车位的 他在这块就没有地方解决这个停车位的问题 还有其他 现在一翻新了 整个这个电源线全都要重新去布的 布线要重新布 电源板要重新做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是旧的 之前只要是你房子不翻新 你房子不动没关系 Grandfather保护你是安全的 但是一旦出了什么事情 你需要翻新的时候 马上就都要按照新的要求 新的规定去做了 那你有的时候不是钱能解决的 有的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 下一个呢 尽量不碰的房子 就是增值潜力几乎没有的 人口在外流 产业结构待遇 你一停了 你可能就想到底特律啊 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 那块就是人口 人不往里去的 里头的年轻人还在往处走 然后也没有什么就业单位 产业结构很单一 那这些地方呢 你尽量的不去碰 下一个就是 有一些房子 你搞不定的 你的中介也不愿意去管的 那这种情况 你就不要想着 哎呀 我看的那块像个肥肉 那肥肉就是肥肉 你就不想它了 你搞不定 中介也不想 不愿意去帮你去管 这个没有办法的 这种房子不要碰 下一个 就是可老可老的房子了 有的人在波士顿 说没办法 我们这房子都是一百年的 但如果你有选择的呢 尽可能去选这种新房子 因为可老可老的房子 就有很多潜在的修理 这个修理就是无底洞 你买房子 你说我要买乙房养房的 最好还有现金流的 结果这个房子一算 就是有现金流的很好啊 结果一买进来之后 你怎么成天往里搭钱呢 因为是一个可老可老的房子了 你买进来 什么都要修 什么都要换 这个修理是个无地洞 下一个呢 就是你买房的时候 正正经的一个房子啊 也不是价钱特别优惠 但是你去的时候 你做房检就检查不了 你这个阁楼 它就锁上你 你上不去 这cross space 你就爬不进去 有的cross space 就是给你钥匙 你把门打开了 里头可窄可窄了 你的房检是进不去 像这种你房检检查不了的 我们就假定里头有个蛇 在里头呆着 里头有个妖怪呆着 这种房子 你住不了房检 你就不要它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房子是带房客的 你进去看一下 你初步能够判断 是不是好房客 是不是维护这个房子 现在的租金 是不是明显的低于市场价 或者就是市场价的租金 你这样先进去初步判断一下 但是呢 如果你犹豫不定 你判断不出来呢 尽量这种有房客的房子 你就不碰了 我买一个飞机场旁边的一个仓储 买过来之后 房客就一直告告 停闹醒的 为什么告呢 这房客就说 他跟之前的卖家 签了一个优先购买权的一个合同 卖家给他签了一个合同 是有这样的一个合同 但是那个合同过期了 这个房客不知道 他是做studio的 做那个演播室的 他租了这个房子 在里头租了十多年 最近三四年 一直是month to month去出租的 现在他拿着一个 优先购买权的这样协议 已经失效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在这租用的十几年 他往这个房子里花了十几万的钱去翻新 结果现在我们买的这个房子 他的优先购买权已经失效了 实际上我们要叫他走 或者我们长房租或者什么的 他就做一个房客 他就配合就好了 但是他因为在里面打了很多的钱 他现在就不甘心 所以他的律师就不停的告我的卖家 不停的来告我们 就说他有权去拥有这个房子的 就说这些事呢 最后我不担心 因为我们有产权保险 因为我们在里头没问题 但是你就花时间 你闹醒 就这个事情就是很闹醒的事情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就说没有这样闹醒的事情 那这个房客比方说 你一买进来 他可以说我不在这里住的 那他要一搬走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要修这个房子的 这个房子你买进的时候是空房 还是住人的 这是不一样的 你买的时候是空房 这房子一定是干干净净的 要是不干净 你去跟卖家去要钱的 那这因为有人住着 他现在一走了 这个房子 一定是有维修维护的费用的 或者啊 可能还有潜在的其他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你是吸收小班呢 如果你买这种房子 是带房客的呢 你尽可能的不要 但是如果你看这房客 交着市场价的住金 在这住了挺长时间了 房东给你看的 银行的流水 每个月都按时交房租 可保养这个房子了 那这种呢 可以考虑啊 下一个就是 这个房子邻居不好的 有个恶灵的 或者有个恶狗的 承天你进出这个房子 那个狗都不衰 承天短的跑来跑去 你自己都不敢进这个房子 那这种呢 你也要小心啊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就是千金买地 万金折林啊 邻居不好 你自己要小心 再一个就是 HOA事特别多的 一般的人就说 那就是HOA嘛 他就是按照 专业的管理团队嘛 没有 有的HOA事可多可多可多的了 下一个呢 就是对出租有限制的 你买这个房子 可能是开发商跟你说 你有这个 你拿到这个出租权的 你这房子可以自由出租的 那你还是要小心 因为等到有一天 有可能 你去看他给你这个规定 你这个出租权 有可能是跟着你 不是跟着这个房子的 你一卖了房子 你卖给别人的时候 买家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那如果这个房子不能出租的话 会限制你卖房子 买的人会要考虑一下的 好 这是我能想到的 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你碰到这些房子的时候 你要三思而后行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买自住房 如果你自己家的人不喜欢 你就不应该买 不管有什么理由 你自己家的人不喜欢 你就不应该买 然后有的人听我这样说 马上就说举世啊 我没钱了 你自己家人喜欢的 不一定是贵的房子 不一定是大的房子 不一定是好的房子 就是自住的 如果你们家人 每个人都去看了 如果他们非常的不喜欢 你就不应该买 要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 那如果除租房呢 实际上就说 没有不能买的房子 只有不能买的价格 但是在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前提下 你尽量避开上述的房源 但是如果房子特便宜 给你的优惠特别多 什么在高压线旁边呢 在墓地旁边呢 这些事呢 统统都不是事 只要你价格买的好 那这些事统统都不是事 因为你买这个房就是出租房 谁住在这个房子里 是你房客 所有那些不好的事情 那些恶灵什么的 影响的是谁呀 影响的是你房客 影响的不是你 只要你买的那个价钱 特别好特别好 好到那种程度 能够抵消 对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因素 你觉得能够对宠的话 就说 没有不能买的出租房 只有不能买的价格 好 那这是这一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